用紅帽 口罩將臉部全包緊緊 一看見媒體笑碎步加快離開 他是片扁小子黃旗 過去進出法院不僅做輪椅 還用毛毯把自己整個蓋起來 而後面推著他的是 當時的委任律師郭尚偉 這回兩人被檢方查出 涉嫌聯手詐騙 藝人第一 和孫鵬 對我來講就是承辦一個案件 很多案件中的 其中一個案件 把案件做好 就人生嘛 總是會遇到一些事情 就向前看好不好 沒有什麼好覺得的 當年定英為了兒子孫安佐 委託律師郭尚偉 並支付三十萬訴訟費 檢方發現訴狀是片扁小子黃旗寫的 卻是蓋郭尚偉的印章 依違反律師法起訴兩人 二十六號上午臺北地院 二度傳喚定英和孫鵬出庭作證 我不覺得我沒有被受騙 而且他要幫到我們的忙 好像他們是因為包攬訴訟的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請這個律師幫我們處理 家裡的這個官司 他是本身是有真的做到他該做的 那至於他有沒有包攬訴訟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迪英表示當時在機場要飛美國時 VIP式電話突然響起 黃旗裝神是張青芳前夫 表示願意協助之後到美國 黃旗又變身成宋學人秘書 幫忙張羅大小事變身男女切換自如 但迪英和孫鵬始終沒有見到本人 黃旗從少年就開始詐騙 手法如電影神鬼交鋒 把自己搞得官司成生 人生活的躲躲藏藏 307月孟國華雙雲台北一昌報導